那催眠是什么呢?安全的吗? 所有的催眠都是自我催眠 就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那催眠是用我们的身体去放松之后 去吸收我们相信 然后接收的一个信念 一个讯息 那很多时候重复重复的时候 它就变成我们内在很有力量的一个信念 比如说 那我们知道波缩就是把宝宝退出来的一个力量 所以在一个催眠的肯定语句里面 就是每当我们感受到子宫的波动 我们知道宝宝离我们越来越近 就快来到我的怀抱当中 那重复的去听这样子的肯定语句的时候 我们就会很期待 然后很开心的去迎接我们的宝宝 那这样当然在课堂上呢 通过学习正确的知识 建立正确的一个概念 也会帮助爸爸妈妈去消除 对生产的一个恐惧 还有负面的感受影响 那这样子呢 当我们听这些肯定语句子的时候 我们的内心就不会矛盾还有冲突 欢迎参加我们免费的温柔分娩分享会 期待跟你分享更多的资讯 谢谢 谢谢